為萬千台灣人民深討蔡英文書 建起大衛的蔡英文 信實為詐 出身窯門 靠私人關係 謀教職 平虛假協位 得升遷 借1450 圖分化 照817萬 獲連任 加上 親近奸協 殘害中良 控制媒體 染指武院 製造對立 以一己之意為黨意 再以黨意消滅民意 真是人神共振 天地不容 他還包藏獲心 意圖借修憲 永久執政 其專制獨裁 嗚呼 陶百川之衛宣 鄭南榮之以皇 敢台灣民主法治之將近 看我國自由人權之巨事 敢台灣民主法治之將近 看我國自由人權之巨事 今日台灣 全面執政 換來的卻是民選皇帝 行政專斷 立法為諾 司法應聲 蔡英文飛彈城 陸海空網四軍統帥 還一手將台灣公務體系導入無恥的地步 為世代夫之無恥 世衛國恥 關諸 蘇貞昌 陳吉 許忠麗 柯建民 陳時忠 李敬勇者留 居廟堂之高位 品德修養 卻勝為陛下 更是反對民意如水火 一個國家的國軍 無品無德 上梁不正下梁歪 國家將為矣 今天 我藉著是任文門 彭文正的律師身份 不采淺陋 不自量力 登刀一呼 欲請台灣人民一起聲討蔡英文 願台灣人民為台灣的國運共盡一份心力 請看未來台灣竟是誰家天下 為萬千台灣人民兒